一個在吐瓜灣信恩護腦中心任職的外勞工友 3月向職工民求助 表示僱主要求工友每月將合約上定名的薪金 一部分以現金回報比上級 懷疑公司非法扣薪和超收中介費用 4年來一共被拖欠26萬 案件4月8日在勞資審裁處提堂 當值裁判官譚友方說 現階段只能證明有主管涉嫌欺詐工友和中飽私囊 建議工友報警求助 每個月都沒有給我們 就算它全部通過銀行 都要我們拿回現金 那些都是我們的辛苦錢 想起來我們快樂到這裡做事 正在老人院做都是打屎打尿 錢都很辛苦得平 就是覺得他這樣扣我們的錢 就很不適合 那個老闆 還有那些 我知道了他收我們的辦證費 是不應該收我們這麼多 不應該收我們幾萬元這麼多 我覺得很應該要給我們 安老院社人手不夠 不少的私營安老院社 近年輸入外勞擔任照顧工作員 不過工會說行業存在剝削勞工的情況 2018年6月 牛頭角雲光護老院9個來自中國大陸的外勞 集體辭職 他們不滿每個月都要由薪金入面 扣除每個月近4,000元中介費 以及其他款項 原定每個月12,000元的人工 變成實收8,000至9,000元 有工友說 每個禮拜7天都要開工 每日最少12小時 雲光的工友一度留守政府總部 事件發生大約三個半月之後 工友才在勞資審財處 與僱主達成和解協議 但是只能夠取回不夠一半的欠薪 香港現在就大約3,000個外地勞工 輸入勞工 其實我們都預計很大部分都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不過他們可能扣的方法會有些不同 也都考納很多事情 因為如果計正整個補充勞工合約的話 只有一樣是合法可以扣 就是百分之十的住宿 這是唯一合法可以扣的 但是其他可能很多明目 例如有些會說 這些是賠水來的 是行業都是這樣的 你不交就會沒得做的 其實他們很多都已經是 要交了不中介費才可以下來 所以其實他們可能都在上面 都已經在欠債 都已經是要攜檔借 才叫下來香港做事 無非都是想改善生活 無非最有所感 會做到 是被人扣 覺得如果不是 既然扣有這麼多錢的 都要做下去 如果不是 那鄉下親人誰去養 或者叫做 那些債項怎樣還 我想是會這樣的情況 我也是會跟那個債領 都是要這麼多錢的 我也是會被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